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们露营的旁边就是一个海水的养殖区域吧 我昨天露营就是对面那个房子那里 然后刚刚我从那边过来 我看到这有个纵深的河堤排过来的 这个是个养殖的区域 这么多渔船还是蛮壮观的 现在算是个渔港 这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了 这个早7点钟工人就已经来上班了 他们应该在做这一叫 想起来 竹牌 叫竹牌 应该是那个 就是养殖的嘛 做一个方 四方框的一个竹牌连在一起 然后中间放这种网香 网香养殖 这边是一个信号发射器 还是太阳能的 那边的海底被封住了 然后看到岸上就有这个边防派出所 有三艘停泊的船 站在这地方还是很恐怖的 原来在大连的时候也有这种海边 退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螃蟹 这里不知道会不会有 这里的海水 不是很清澈 刚才这里过来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师傅 然后我问他按照距离来算 还表现得很专业的样子 我说从距离来算 这三艘船应该很大吧 我说他们为什么一模一样的这三艘船 然后那个师傅很懵逼的看着我说 哪里来的船 我说这三艘吗 他说它不是船 这是航标 sorry 这三个刚才说错了 是航标 不是船 也不是很大的船 什么东西 哇好漂亮 一驯大雁 哪里飞过来的不知道 应该是海里 就是从海的深处飞过来的 是个人字 是个人字现在组成的看到吗 哇这个漂亮了 他们低空飞行飞得很低 应该是大雁吧 噢碰到一个落单的 追上来了 落单的追上来了 哇真漂亮 哎 不规则的人字 应该是从对面是哪里不知道 但真的是从海的深处飞过来的 咦这边这艘海里面作业的船进了 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我看清了应该是在网上拉网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上来一会看可能买一点 发现了有海鸥 海鸥在自由的飞翔 这就是我海边露营的一个早晨 哇风确实蛮大的 不太好看了 那是家人的飞翔 那是天啊 有什么地方 我找到一家里了 那是个人的飞翔 有什么地方